南台湾的灾民饱受水患之苦 而大台北地区民众还有另外一个关心的焦点 就是台北捷运木炸内湖县到底能不能正常行驶 整个周末假日都停驶的木炸内湖县 今天又传出了新的状况 有市议员拿出照片揭露内湖县曾经在7月跟8月 两度发生列车击轨导致车厢受损 他指控市政府故意隐匿这个消息 但是市政府的说法是这只是一般的维修状况 所以不需要特别对外公布 不过市政府倒是另外公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就是这个星期六跟星期天 木炸内湖县又要停驶再度进行检修 台北市议员周伯雅的部落格上 揭发了木炸内湖县击轨的意外事件 照片上可以看到193号列车挡风玻璃破裂 第一起击轨事故发生在市营运期间的7月1号 台北市捷运公司的回复式 因为电链车178号在出厂前 导引轮为安装妥当 维修调度时才会发生意外 导致部分零件受损 另外一起更严重的击轨意外 发生在8月9号 也是在维修的过程中 人为操作还没有打开转车计 列车就开过去 造成了车辆的挡风玻璃 车帽多处受损 议员质疑是否可以隐瞒 不过是否否认 捷运通车到现在有关机场里面的 维修调度的部分都不是说一个 特别有对外公布的一个事项 不过内湖捷运状况频频 捷运族还是很担心 其实民众有需要知道的义务 所以照理说是应该跟民众去做告知 所以太多要公布 就可以让民众安心 问题不断地目障内湖捷运线 在停时56个小时后 清晨6点会复营运 但29 30号这个周末会再度停时 进行网络优化工程 把它修好最要紧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也不上班 对了 实在太离谱了 市府虽然无法保证 目障内湖线一定没问题 但希望未来如果再发生故障 能够只限于某站或某一个区段 别再连带造成全线停时 记得陈出军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